baby的学生照,昆灵的学生照,方圆的学生照,网友,整眉整一看便知。 baby遇到了黄晓明,方圆遇到了郭富城,而昆灵遇到了周杰伦,这三个女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作为人气男性的妻子,这三位女星到底整眉整容呢? 1.黄晓明与baby如果没有遇上黄晓明,baby还是香港的小眼魔,很难熬出头。 2. 如今的baby晋升一线,还被丈夫宠成了公主。 2. 学生照学生时期的baby,天真中透露住几分土气,那时候的她很天然。 3. 学生照校园时期的友谊很纯粹,女生与女生之间只有陪伴没有利益。 4. 当时的baby并不惊艳。 4. 学生照与男生的关系也很铁,热情开朗相貌平平的baby,反而很有人缘。 5. 周杰伦与昆灵无数粉丝在18岁时,只能听到周杰伦的词带崇拜祝她。 5. 而昆灵在18岁时,就能拥有周杰伦。 6. 昆灵学生照虽然baby和昆灵都是混血儿,但昆灵无关更接近混血儿。 6. 学生时期的她满脸的胶原蛋白。 7. 昆灵学生照脸上的小雀斑和红孔的颜色,都让小昆灵显得很可爱,原来周杰伦喜欢萌妹子。 8. 郭富城与方圆。 郭富城最终还是抛弃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熊戴林,选择了小自己20岁的方圆。 9. 方圆学生照终于知道郭富城为什么喜欢她了,虽然方圆长住一张网红脸,但毕竟她的脸很真。 10. 方圆学生照与现在的她,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方圆的五官很符合大众审美。 10. Baby的学生照,婚外的学生照,方圆圆的学生照,网友,整美整一看便知。 参考来源